再来看这非常难得一见的老鹰版的精彩空战画面 这是基隆市野鸟学会理事长沈景峰 前天到和平岛公园所意外拍到的 一支有准轮番大战七支黑渊 沈景峰形容说就有如是八一四空战 以寡击中实在是很刺激 当时有准的是在空中高速的俯冲 虽然没有击落黑渊 却是打得他们哇哇大叫落荒而逃 一块来看看 展开双翅一身光滑黑色羽毛 看起来威风八面 宝玉鸟类有准翱翔在蓝天中 姿态优美眼神却犀利 下一秒遇到敌人 有准在空中盘旋 以时速300公里高速俯冲 准备发动攻击 旁边两只黑渊却躲得远远的 没打算正面迎战 不一会儿就被有准打得落花流水 拉近看更清楚 左边的有准体型虽小 但攻击力十足 右边的黑渊身体往后寝 最后甚至整只窦逃灾 这一张更经典 黑渊落败之姿 两只脚伸直向前 看起来超僵硬 仿佛失败点穴定格 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因为他必须要在空中 用很快的速度去抓 其他飞行的鸟 包括陆核的鸟都会抓 那黑渊就相对温和非常多 那攻击他 他大部分就是离开 一连串有准大战黑渊的精彩照片 是基隆鸟会理事长沈锦峰 周二到和平岛公园拍下 他分析有准猎食习性 以抓火鸟为主 习惯藏匿食物又害怕被发现 因此天性敢于攻击 而黑渊体型虽大 展翅后身长达到160公分 是游准的两倍大 不过天性爱好和平 以减食动物尸体为生 这回虽然照片没拍到 不过沈锦峰说 当时其实是一只游准单打独斗 跟七只黑渊交战 长达半个小时相当罕见 那这次主要会有这种情景 我们猜是因为 黑渊可能发现了 游准藏食物的地方 他为了保护他的食物 不要被黑渊抢走 所以才有驱递的动作 沈锦峰在脸书上分享照片 吸引不少网友按赞 他说当时实在太刺激 竟然忘了录影 但想必这几张珍贵的生态影像 已经让鸟友们大饱眼福 民事新闻陈聪汉 金龙报道